嗨,我是白姐 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在上期节目中 列子在汤文中谈了海有多深 地有多大 巨人有多高 接下来又谈到了神奇的小人国 那里的人长什么样子呢 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 德交谣国 长一尺五寸 东北极有人名叫正人 长九寸 从中州向东走四十万里 有一个交谣国 人高只有一尺五寸 最东北边有人名叫正人 身高只有九寸 这个交谣国 处自《山海经大黄南经》记载 有小人名曰交谣之国 几姓加古四十 海外南经记载 周饶国在齐东 其为人短小灌代 一约交谣国在三首东 交谣、周饶都是人们所说的小人国 那里的人身高只有一尺五寸 即兴以小米为主食 正人很有可能是《大荒东经》记载的小人国 名静人或者叫军人 接下来 列子借下集之口 说到生命的长短 他举例说 京之南有明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在荆州的南面 有一种明灵树 生长出一次绿叶的时间 需要五百年 落一次黄叶的时间 也要五百年 上古的时候 有一种大春树 生长出一次绿叶的时间 需要八千年 落一次黄叶的时间 也要八千年 这两种很长寿的树 听起来像神话 但其实在今天 还有这种很长寿的树 它就是新疆的胡羊 胡羊是很古老的树种 它的生长期非常漫长 有三千年不死 三千年不倒 三千年不朽的说法 意思是 胡羊生长的过程 需要三千年 死去的过程 也需要三千年 腐朽的过程 也是三千年 说完寿命最长的树 还有生命最短的昆虫 朽壤之上 有君之者 生于昭 死于晦 春夏之月 有猛锐者 阴雨而生 渐阳而死 腐烂的土壤上 有一种菌类 它早上出生 到晚上就死去了 春夏时有一种 叫猛锐的昆虫 下雨时出生 一见太阳就死 中北之北 有明海者 天池也 有鱼烟 其广数千里 其长称烟 其名曰昆 有鸟烟 其名为棚 亦若垂天之云 其体称烟 是其之 有此物灾 大雨 行而见之 薄亦 之而明之 宜坚 闻而治之 中北国以北 有个明海 又叫天池 那里有一种鱼 身体 大到数千里 名字叫做鲲 还有一种鸟 名字叫做鹏 翅膀 像天上的云一样大 世上的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 那是大雨外出行走时见到的 跟随大雨出行的薄亦 给他们起了名字 一间把他们记录了下来 今天的人们知道昆鹏这种生物 大多是从庄子的逍遥游得知的 庄子是列子的弟子 所以 昆鹏的真正出处 应该是列子的汤温 薄亦 传说是《沙海经》的作者 一间是当时的一位博物记录者 到南宋史 著名的知怪集 一间至 书名就是出自刊问中的 一间文而至之这句话 下集接着又举例说明 地球上最小的生物有多小 江浦之间生魔虫 其名曰交明 群飞而急于文杰 浮相处之 稀素去来 文符绝也 江河湖泊之间 有一种极细小的虫子 它的名字叫交明 成群的飞来飞去 落在蚊子的眼睫毛上 互相之间都碰不到 在蚊子睫毛上休息 甚至注意也 蚊子一点都不会觉察 蚊子够小了吧 可这交明更小 它靠蚊子比 就像蚂蚁和大象的比例 现在我们知道 还有更小的细菌 分子 原子 电子 等等 地球上最小的物体 是无限的 离主子于 方咒誓字 自美而望之 伏见其行 于诗矿 方叶至耳 伏手而听之 伏闻其声 为皇帝 于荣成子 居空虫之上 同斋三月 心死行肺 徐以神事 快然见之 若松山之阿 徐以听之 彭然闻之 若雷霆之声 离主子于 在大白天 擦了眼睛 去观察 交明这种生物 也看不到 他们的身体 渔夫失矿 在夜深入境的时候 掏空耳朵 趴下来 去仔细听 也听不到 他们的声音 只有皇帝 和荣成子 看到和听到了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 皇帝和荣成子 居住在 空虫山上 一同摘戒三个月 心静如死 忘记了自己的身体 用意念去观察 慢慢去放大 眼前的事物 把一个小土块 放大成以色山 慢慢地用气去倾听 把几细小的声音 放大到像是大雷一样 无除之果 有大木烟 其名为油 碧树而东升 食胆而胃酸 拾其皮枝 以奋绝之极 其粥真枝 渡淮而北 而化为止烟 在无果和除果 有一种大树 它的名字叫做油 到冬天 还是绿油油的 树上结出红色的果实 味道酸酸的 吃它的皮和汁 可以治愈气腻的疾病 齐州人很喜欢 就把它移植到淮河以北 结果 生长出的果实 成了很难吃的纸 这就是南居北纸 这个成语的典故 欲不渝籍 何渝问则死矣 地气然也 八个不会飞过几周 狗欢渡过问水 就会死去 为什么呢 依偎这些都是环境造成的 虽然 形器异也 性均矣 无相异矣 生皆全矣 分皆足矣 无何以时期聚系 何以时期修短 何以时期同一灾 虽然是同一个物体 随着环境的改变 物体也变得不同了 所以 没有必要去强行改变它们 我是怎么辨别它们的大小 长短 同一呢 列子 接着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鱼工一山 语文课本告诉我们 鱼工一山 比喻做事有毅力 有恒心 坚持不懈 不怕困难的精神 列子的本意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 列子在这里举鱼工一山的例子 是为了回答事物的大小 长短 同一 是如何体现的 在鱼工看来 用万世子孙 来搬走两座大山所用的时间 和浩瀚的宇宙相比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而制守 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俗人而已 这个对比 体现出鱼工 契合于道 制守 类乎于行的道家思想 列子 通过鱼工和制守的对比来说明 世界观不同的人 对于世界认知的不同 接下来 列子又讲了 想改变自然规律 是多么的愚蠢 我们在下期节目中继续 感谢您观看我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